男人找了块风水宝地准备跳海来结束自己贫苦的生活 怎料在关键时脚下的石板发生了晃动差点 他吓死 于是便跑上山头准备找一个石头去垫一下 可等他再次返回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自己跳海自杀的宝地竟然被人杰足掀灯 这让他很是气愤 连死都有人跟自己抢地方 可当他发现眼前的女人和他一样是来寻死的 立马冲上去把女人给拉了回来 男人指着别处指责女人自杀的地方这么多 为什么要抢他自杀的风水宝地 女人不想与男人啰嗦奋力地将他推倒 便走向悬崖准备跳崖自杀 男人再次冲上前去抱住女人的腰将气给拉了回来 殊不知眼前的女人是一个亿万富婆 她们的命运也在此刻纠缠在了一起 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折腾了半天的男人已经饥饿难耐 建议先去填饱肚子再死也不迟 随后他们便来到一家烤肉店 二人狼吞虎咽决定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吃饱喝足的他们在返回那块自杀风水宝地的路上 竟然是一个富婆便向女人请求帮助自己在死之前 去报复一下抛弃她的女友 依贤带着锦豆来到商场购买了最贵的衣服 锦豆很是震惊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的帅 随后他们开着豪车 让依贤假扮自己的女友高调地出现在抢自己女友的兄弟面前 抬手之间就可以从口袋里面拿出百万大钞 让跟着兄弟跑的女友看得目瞪口袋 依贤更是挽着锦豆的胳膊尽心尽力给足了锦豆面子 看着以前连饭都吃不起的人开着豪车扬长而去 前女友气愤的一脚踹在男友的大腿上 后悔莫及地离开了 此时想死的两人在车里开怀大笑 经过一天的相处有着共同目标的二人 觉得活着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锦豆说道 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深深爱上了你忘记了死亡 生或者死既然你觉得都没有差别 那就跟自己一起生活一年再死也不迟 见一些没有回答 锦豆认为是默认直接就展开了行动坑上去 就这样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 在这期间一贤为锦豆生下了一个女 怎料孩子还没有满月一贤就留下一封离别信就消失不见了 信中一贤说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就当自己在一年前就跳崖自杀了 锦豆感到了崩溃 而此时的一贤却是被人在隧道里头睡梦中给叫醒 他来到大街上震惊地发现很是陌生 而自己衣衫也不是记忆里面的样子 更是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胸前竟然被侮辱 近视已经身为人物 经过对路人的询问 发现与自己记忆中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年 他明明记得自己是抱着母亲的遗像在家里睡觉 怎么一觉醒来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锦豆与一贤相处了一年并不曾了解一贤的过去 就连一贤的身份证号都不知道 他只能每晚抱着墙堡中的孩子 期盼着一贤能够平安回家 一贤以为是一场梦 他试着一次次在床上睁眼闭眼想回到过去 可这本来就是现实怎么可能时光倒流 在寻找过去十年的记忆中 他发现自己竟然会很多以前不会的技能 比如开车和弹钢琴 经过诊断 医生告诉一贤得了记忆障碍 失去的记忆有找不回来的可能 而这记忆之所以丢失很可能是大脑出于对他的保护 一贤决定不能等下去要主动去找到那失去十年的记忆 凭借十年前的记忆 他回到了已经成为财阀叔叔的家 在这里他见到了已经成为少妇曾经的好闺蜜善英 可善英看见一贤后顿时背后发凉感到了无比的惊恐 对于一贤的热情 善英浑身发毛症脱开来仓皇而逃 留下一脸猛圈的一贤 看来这个闺蜜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一贤的事情才会害怕 接着一贤见了财阀夫人 夫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抬眼去看一贤 只是在那里念叨着 请求上帝宽恕她见到了这个放荡之人高兴不起来的罪孽 从夫人的念叨中 一贤终于了解到了失去记忆十年之中的前九年大概的事情 原来一贤被生父寄养在了夫人的名下 五年前就留学归来 可一贤放荡的性格让夫人非常的不喜欢 十年之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带来了不少麻烦 就是在最近一年行踪不明直到现在才又回到这个家 可一贤依然一点印象都没有 最后她又见到了那个同样没有印象的财阀叔叔 人之常情她还是知道 感谢叔叔的收留 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放荡 为什么会选择离家出走 但她表示等自己恢复记忆后一定会郑重地向她道歉 时间仍然一晃便是五年 警斗那时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长大 因为在海边悬崖上认识的一贤 便为女儿取名海牙 海牙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同样是一个记忆超强的天才少女 可以记住一切看到的东西 这五年来警斗依然一直苦苦等待着一贤回家的这一天 殊不知现在的一贤凭借自己的才华 在叔叔的公司成为了负责人 更是再次见到了自己曾经爱慕的初恋 根本不知道她有个丈夫和女儿 一直在翘首以盼等她回家 这天警斗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了那朝思暮想的一贤 于是警斗迫不及待地来到一贤的公司找她 一贤对警斗没有任何印象 而警斗一眼就看出来女人就是那不辞而别的妻子 激动地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她 被哈佛大学录取却为学费发愁的天才少女 抱着母亲的遗像睡觉 隔天她却变成了一个少妇在隧道中被路人叫醒 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只是睡了一觉 竟然就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不仅发现自己有可能刚生完孩子 更加震惊的是 自己的账户上竟然有三十个亿的巨款任她摆布 拥有超强记忆的她满脑子的疑惑 为什么自己会遗失这十年之中所有的记忆 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这样五年过去 她对那莫名失去十年的记忆依然没有任何印象 然而直到这一天 一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突然找到她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男人激动地泪流满面诉说着对女人的相思之情 可女人感到很是惊恐她对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印象 男人在被保安架走的时候向女人怒吼道 为什么要抛弃自己和女人 一生女儿让一嫌内心波涛汹涌 因为她想起了五年前醒来被母乳禁尸衣服的回忆 这让一嫌不得不怀疑那陌生男人口中的女儿可能真是她的 然而她却不知 她就是那陌生男人还没来得及登记还为其生下女儿的妻子 为了找回记忆弄清事实的真相 一嫌在网上查到了有关锦豆馒头店的视频 看到了里面海牙和自己一样拥有超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 这更加地让一嫌确认那个海牙可能真的是自己的女 她按照地址来到锦豆的馒头店寻找答案 不巧的是 此时不知一嫌失忆的锦豆为了让她回心转意 把女儿带到了她的公司门前 保安发现了锦豆的存在 再次毫不留情地将气赶走 一嫌内心很是复杂 她本以为那失去十年的记忆不会对她现在的生活有所改变 怎料现在不仅可能多了一个丈夫更是还有了一个女 直到晚上一嫌再次返回到了包子店终于是见到了锦豆 一嫌把自己失去十年记忆的事情告诉了锦豆 锦豆这才崩溃地知道一嫌竟然把她与女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可不管锦豆如何向一嫌回忆从自杀相认到相爱生孩子的事情 一嫌不仅没有半点的印象更是觉得锦豆就是在说谎 她认为自己过着锦衣浴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生物 怎么可能去选择自杀 再说自己这么优秀貌美如花的女 怎么可能看上她这样长得像二五八万的男人 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 锦豆告诉她这是你妈妈来了 这才让一嫌有所怀疑的心开始相信了锦豆的话 因为一嫌一直把自己的妈妈当作雨水 锦豆竟然知道这个秘密那肯定是她之前说出来的 冒着大雨锦豆强行把一嫌拉回到了家门口 忘记自己可以 但不能忘记孩子 不能让一直想念妈妈的孩子没有妈妈 一嫌没有任何对女儿的记忆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不予承认 悲愤的锦豆向一嫌发誓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让她想起曾经在一起的往事 一定要找回女儿的妈妈 一嫌询问叔叔自己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叔叔并不想让一嫌知道当年的事情不愿说出真相 得不到答案的一嫌找到堂弟追问自己当年失踪的事情 堂弟当时在国外并不知道太多的消息 但一嫌还是从堂弟的口中得知了当年离开时是带着公司的弱点消失的 可一嫌现在并不知道那个弱点是什么 锦豆不奢望现在身为财阀的一嫌回到身边一起生活 他只希望一嫌能够承认有海牙这个女儿的事实 不要让孩子太可怜 锦豆将一个笔记本交给了一嫌 里面记录的都是女儿对妈妈的思念 还看到了一封她当年离开时留下来的字条 她一眼就看出了上面的字迹就是她亲笔写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晚上的锦豆一直心事重重无法入睡 贴心的女儿在一边为爸爸唱着摇篮曲哄着她睡觉 歌声随着夜空下的星光飘到了窗外 传到了屋外一嫌的耳朵里面 那歌曲是多么的熟悉 那是小时候妈妈经常唱给自己听的歌曲 男人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在悬崖边救下了一个亲生的富婆 从此二人就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 可富婆为男人生下孩子后留下一份诀别信 从此消失不见 五年后等男人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在与富婆见面的时候 却发现富婆已经丧失了近十年所有的记忆 包括她和女儿 锦豆感到了极其的崩溃 忘记自己可以 但怎么能把可怜的女儿也忘记得一干二净 她试图把二人之间曾经美好的事情 说出来让一嫌恢复记忆 可一嫌记忆没有恢复法而觉得是锦豆 使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占有了她 自己可是财阀的后代拥有用之不完的财富 更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怎么可能下了眼甘愿去找一个 她这样只会做包子的丑男人 可在锦豆的眼里 哪怕你是天王老子的女儿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你就是我的妻子 你身上那酸爽的味道 依然是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味道 现在一嫌说的每一句话 无不是狠狠地刺痛着她的心 不管怎么样 怎么能这么无情地否认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 着急的锦豆想要强行拉着一嫌去见女儿 希望以此能恢复记忆 锦豆在拉扯中无意间把一嫌拉到了怀里 那熟悉的味道让锦豆不能自拔于是 并没有将其松开 不料这身体上的接触 真的让一嫌回想起了曾经的一些记忆 那个拥抱 一如当初的步骤 只是在进行接吻的时候一嫌退却了 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难以置信 原来眼前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可现在的一嫌对锦豆和那个女儿没有任何感情 一嫌希望锦豆就把她当作成一个抛肤气里的坏女人 以后不要再来纠缠她 如果真的欠下了什么一嫌表示 等以后恢复记忆再加倍奉还 回到家里的锦豆回想着一嫌刚刚说的话心痛至极 海牙却在她的面前撒泼要求给自己买一个手机 锦豆好说歹说甚至出言威胁 海牙毫不畏惧直接就躺在地上耍赖就是要新手机 这更加的让锦豆心烦意乱 扔下女儿就从店里跑出去了 经过一家家访店的时候 被连正看到了 本想追上去的她却被母亲一把给拉了回来 原来连正这些年一直都暗恋着锦豆没有把爱说出口 母亲让女儿不要再抱有幻想了 告诉女儿锦豆那失踪的妻子孩子她妈已经出现了 这让连正一阵阵心痛失落至极 拥抱过一嫌后的锦豆更加的思念她 于是她急忙跑到中泰的台球室想要将其买下来 幻想着重新装修一遍把一嫌接过来与女儿一起玩耍 这样说不定很快就可以让一嫌恢复记忆回到她的身边 她现在满眼都是一嫌的身影 毫不犹豫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直接买下了这个台球室 可梦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正在她带着女儿憧憬着美好未来开始装修台球室的时候 怎料突然发现自己被骗了 等她来到中泰家里讨要说法的时候家里早已人去楼空 此时的中泰带着骗来的钱与老婆开着豪车已经开心地离开了 连正得知消息后将中泰去往几州岛的事情告诉了锦豆 随后锦豆提着行李就要到几州岛去找中泰把钱要回来 这时海牙再次撒泼耍赖非要跟着父亲一起前往 海牙在自己的软磨硬炮之下实现了一同前往的目的 殊不知等他们刚到几州岛 一嫌好巧不巧因为出差也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马路对面的锦豆与那从未蒙面的女儿海牙 使得一嫌心里五味杂陈 海牙看着几州岛美丽的风景竖起了自己弯成月牙的大拇指 而这个动作也被坐在车里离开的一嫌看在眼里 让她的内心触动很大 因为海牙那个大拇指的动作一嫌同样也能做到 这更加的让一嫌确认海牙可能真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小女孩从出生睁眼那一刻就没有见过妈妈 而此时那朝思暮想的妈妈就在眼前 小女孩却浑然不知 一嫌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见到自己的女儿 嘴里说到阿姨这么干净我不会介意 一嫌也没有记忆直接接过女儿的手帕 海牙并没有把爸爸的话当真 以为是爸爸最近相思病又犯了把一嫌当作成了那失踪的老婆 一嫌怎么也没有料到 就是因为这次有海牙的存在让她的事情得以顺利进行 在经过一个海滩的时候 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海牙激动地向着海 一嫌看时间还早 便停了下来带着海牙来到海边近距离地观看大海 食指连心的那一刻 一嫌的心里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宛如做梦一样身边的女孩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女 海牙那活泼天真可爱的模样 终于是让一嫌的脸上露出了慈母般的微笑 警斗坐在出租车里拼命地让司机家大油门追上前面的跑车 眼看胜利在望 不料一个红绿灯让她只能望眼玉川看着中泰逃之夭夭 让她悲痛不已 一嫌来到了此次办事的目的地 主要就是劝眼前的一对老年夫妇能够去见一面他们自己的儿子 可一些误会让大娘夫妇与儿子之间有些矛盾一直不想见面 大娘心痛得泪流不止 就在一嫌感觉这件事很费劲的时候 海牙在这样悲伤的氛围中顿时被感染 上前拿出手帕为大娘擦掉伤心的泪水 然后直接就把大娘抱在怀里安慰着大娘 同样已经哭成泪人的海牙突然又扑进一嫌的怀里继续伤心地哭了起来 不料就在这时 也许是血脉相连的感念 竟然让一嫌忽然记起了曾经在房间里面艰苦生产的情景 终于再次肯定眼前的海牙就是自己历尽千辛万苦生下的女 眼中不禁同样流出了泪水紧紧抱着海牙 也正是这感人的一幕让大娘夫妇决定与儿子见上一面 一嫌已经对海牙没有了抵触感 甚至有点享受这份突然而来的母女之情 带着海牙吃了一顿鲍鱼 还细心地教海牙怎么样使用筷子 母女这温馨的一幕正好被前来找他们的景豆看在眼里 这样家人团聚的时刻是他一直梦寐以求 可一嫌依然对又穷又丑的景豆没有半分的感觉不想与他多做纠缠 二人都以为彼此都是跟踪对方才来这个地方 这时堂哥前来接一嫌 景豆才没有继续纠缠回到了餐厅中 拿起一嫌没有吃完的饭他在思念中继续吃了起来 海牙很疑惑爸爸为什么要吃别人剩下的饭 一嫌带着大娘的儿子大卫来见大娘夫妇二人 曾经一嫌怎么也没想到是景豆的作用让陷入僵局的事情顺利完成 而景豆也很高兴 他有点感谢钟泰骗了他的钱跑到这个地方 才让他在这里与一嫌相遇 让一嫌与女儿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 一嫌对景豆和女儿的事情感到很是复杂 他希望景豆能多给一点时间自己考虑一下要怎么去做 景豆不想再与一嫌分开 让一嫌一边与他和女儿生活一边再去慢慢地考虑 此时根本对景豆没有感觉的一嫌斥责他这样的想法很无耻 景豆他如果再敢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既然这样景豆把自己的要求降低了 询问一嫌任不愿意与海牙在一起是不是很喜欢他 一嫌点头承认 表示以后只要想他就会去看他 听到这样的回答景豆知道李与一嫌重新在一起的日子不远 开心地像个刚出生的孩子 随着关于与景豆和海牙在一起的记忆不断地浮现 一嫌也很着急想要弄清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十年前与爸爸见过面之后 就跑到妈妈埋葬的海边去自杀 景豆对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关系的存在 他最终决定要配合医生进行记忆恢复治疗 一嫌找到曾经的好闺蜜 现在成为自己的大嫂 到底自己与他之间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这么的害怕 提到这些善因更加的紧张 故意假装晕过去来逃避一嫌的追问 善因绝不能让一嫌知道当年那件无比羞辱的事情 一嫌很是苦恼不知道要如何去寻找那丢失的记忆 海牙在公园里面玩耍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点 其他每一个孩子都有妈妈前来将其航回家吃饭 唯独只有海牙一个人没有妈妈前来 这样的生活海牙已经成为了习惯 他把那种羡慕的情绪埋藏在了内心最深处 他何尝不想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有妈妈的呵护 然而就在这时一嫌出现在了海牙的面前 可海牙依然不知道眼前的大婶就是他新信念的妈妈 刚刚海牙落寞的一幕被一嫌全部看在了眼里 心里很是愧疚 虽然有点晚 但一嫌决定开始尝试做一个好妈妈来弥补海牙的伤害 不会扎辫子的一嫌 硬是在海牙的指挥下来来回回用了十次的机会才把辫子扎好 海牙直接吐槽一嫌的手怎么那么笨 然而他们却不知 此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一直在远处注视着他们 没过多久一嫌想与海牙多待一回 可海牙表示自己有急事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一嫌要离开时警斗正好看见了警斗很是兴奋 可一嫌依然对警斗很是抗拒不想多留直径就离开了 怎料没过多久 警斗发现女儿突然失踪了 找遍了整个公园都没有发现海牙的身影 警斗觉得海牙拥有超强的记忆力是不可能迷失方向走丢 惊恐地认为很有可能是出了事情 连正在一边安慰警斗不要多想 让他再找找 海牙不会出事情的 小伙第一次见老丈人就是一拳将其打倒在地 要不是怕一边的女儿被血腥残暴的画面给吓到 小伙非得把这个老丈人打到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原来警斗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踪影 于是扩大了寻找范围 终于是在一片树林之中找到了女 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把女儿很是亲力地放在背上 警斗直接认为那个老头可能就是一个变态对女儿图谋不轨 不听女儿的解释上去就是一重拳将其打倒在地 他从地上捡起老头掉下的钱包 本想了解一下是个什么人 等料钱包里面竟然全部是他老婆一贤的照片 这时的警斗才突然意识到眼前被自己胖揍的老头竟然是自己的老丈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的一家人 警斗毕恭毕敬地将老丈人请回家 然后直接给老丈人行了一个大礼向其道歉刚当的误会 可让警斗没有想到的是 老丈人不仅早已经知道他是自己的女婿 更是知道海牙就是自己的外孙女 原来这些年一贤八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一贤的一举一动 包括警斗与海牙所有的事情他都了如指掌 听到这里警斗感到很是生气 看着海牙没有妈妈可怜的长这么大 作为外公的他竟然视若目睹 要不是知道他是自己的老丈人 警斗恨不得再给他一耳光 一贤爸叮嘱警斗不要把见他的事实告诉一贤 不然一贤就会受到威胁 这样的话让警斗很是疑惑 一贤爸告诉他这个威胁就是来自他同父异母的那个弟弟 那个家族表面看上去很是和睦互相团结 其实背地里都是阴谋算计又互相的不幸人 在那些人的眼中一贤爸是个已经死去的人 让一贤知道了他的存在只会给一贤带来更多的威胁 说到这里一贤爸情绪突然激动起来需要一个人静静 不再与警斗多说急忙就离开了 警斗没有想到一贤的人生会是这么的复杂 很是担心一贤现在的安危 为了爱情也为了保护一贤 警斗带着海牙直接就搬到了首尔决定做个富花使者 当一贤看见警斗出现在首尔工作 他不关心警斗前来是为了赚钱还债也好还是什么 而是很担心现在一个人在家待着的海牙会出现什么意外 一贤为了能够让警斗一边工作一边还能有时间照顾海牙 于是就把警斗介绍到了自己堂弟的音乐工作室去工作 拉着警斗来到商场为他挑选几身得体的衣服 当警斗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再次自恋的时候 这个熟悉的场景突然让一边的一贤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想到了当年与警斗刚刚认识到商场买衣服的情景如出一辙 于是接着那失去与警斗的记忆接踵而至浮现在脑海之中 怎么样的相识 怎么样的进入爱河 怎么样与警斗在平淡的岁月里过着开心的日子 想到了警斗为了自己放弃了外出拼搏的机会留在自己身边 当年是警斗的存在让他才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一贤终于记起了与警斗所有的事情 是一间警斗收到了一贤先行离开的信息 并告诉他试过的衣服已经全部买单 一贤终于明白当年是他辜负了警斗的一片痴情 更是他拖累了警斗的前程才让现在的他一无是处 因为当年警斗为了让他开心 每天都陪在他的身边滑稽地跳着舞都他开心 他知道只要警斗一离开 他也许就会再次选择自杀离开这个世界 在一贤的安排下海牙被送到幼儿园终极般深造 一贤终于是与海牙相认承认是他的妈妈 向海牙道歉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把他给抛弃了 很是自责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 没有对他为你 没有为他换尿补 母女俩都泪流满面 海牙再次拿出手怕轻轻拂去妈妈脸上的泪水 我终于有妈妈了 为了海牙以后的人生 一贤不得不狠心地向警斗提出要回海牙的抚养权 女儿只有在她的手里才能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 这直接触碰到了警斗的逆铃 有钱不一定幸福 不然你当年也不会选择跑去那块风水保地自杀 女儿是警斗现在的全部 说什么都不会把女儿交到一贤的手中 直言一贤这样拆散他们妇女的行为会遭到天谴的 第一次在一贤的面前气愤地主动转身离去 可依贤现在已经铁了心的必须要把海牙抢 更是直接把自己有个女儿的事向叔叔和婶婶说了 表示要把女儿带回来 希望叔叔能帮助自己 婶婶是极力地反对依贤把孩子带回来抢夺财产 说到要不是他现在对会长有极大的用处 早就把他等出去了 既然这样依贤表示呢自己就离开这个家 这下可把婶婶给震住 不久紧斗着急忙慌跑到了老丈人这里 男主准备跳崖自杀却就下了一个同样跳崖自杀的富婆 从此两个不要命的人成为彼此的依靠生活在一起 很快富婆为男人生下孩子就消失不见 怎料五年后等男人找到富婆 他竟然失去了近十年所有的记忆 不承认与男人的关系和有个女儿的事实 可当他开始慢慢恢复记忆的时候 始终不愿与男人再续前缘 却是想把女儿从他的手中抢过来 自从与女儿待过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自己不仅对女儿有太多的愧疚 更是不想与之分开 虽然男人不惜与女人断绝关系 也不同意把女儿交出去 因为女儿这些年已经成为了他活下去唯一的动力 但富婆心意已决丝毫不顾及男人的感受 必须要将女儿抢过来 于是依贤趁着警斗外出的时间 跑到了警斗现在与朋友一起居住的地方 映入眼帘海牙居住的环境和正在被欺负的一幕 让依贤更加急切想要将女儿带走 依贤实在无法容忍女儿与几个男人住在一起 只想尽快将女儿带离那个肮脏的地方 嫌女儿走得慢直接就抱起来加快了离开的步伐 晚上回来的警斗从好友的口中才得知海牙竟然被依贤带走了 依贤的电话警斗一直无法打通 没办法的他只好跑到老丈人这里寻求帮助 从老丈人的口中得知了依贤现在居住的地址后当即就赶了过去 此时的海牙被眼前富丽堂皇的装饰给震惊到 也被眼前的书籍所吸引 这些都是家里没有儿希望看的书籍 他只是扫了一眼就把所有书籍的名字给记了下来 夜晚等海牙入睡之后 依贤这才从手机上看到了警斗发来的消息 警斗已经按照地址找到了这里想要带走海牙 依贤把警斗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谈话 他向警斗说起了他曾经的一段不堪回首成长的往事 曾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时候因为没钱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自己的学费而感到愧疚 自己只能争取每年的奖学金 为了得到奖学金每天只睡15分钟拼命地学习 生怕哪一次没有得到奖学金而陷入到绝境之中 然而现在我可以给海牙最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 让他感受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实现目标 这就是我这个作为母亲想为女儿所做 而现在海牙跟着警斗与几个大男人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 再过四五年海牙就到了发育的时候也开始生理期 到那时他怎么能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警斗没有理会依贤前面说的话 只认为现在依贤就是想霸占海牙起了贪心 表示明天一大早就会来将女儿接回去 依贤教助警斗再次说到希望他放下现在的一切重新来过 可以给他买房也可以给钱让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只需要把海牙交给自己就行 这样的话狠狠地刺痛了警斗的内心 他怎么可能把女儿卖了去换自己幸福的生活 女儿使他的信念更是精神支柱 警斗含着满眼的泪水向依贤说道 你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依贤了 我想的那个依贤已经死了 说完不再废话直接转身离去 为了女儿以后的人生也为了自己依贤追了出来再次叫住警斗 软得不行那就来一米 表示自己也有权利去抚养海牙 而海牙也有权利去选择以后的人生 所以就给海牙去决定跟谁一起生活的权利 你都不相信与女儿这么多年的感情比不过依贤那刚刚开始的母爱 依贤心里确实没有把握 依贤防止明天警斗为了抢回女儿来家里大闹出现意外 于是先给婶婶打了一针预防针 希望婶婶明天能够忍受一下 婶婶觉得这只是能忍受一下就能过去的事吗 搞不好全家人都会因为他多出个女儿的事情而丢脸 所以依贤才决定明天要与警斗好好战斗一回反过来起诉 这样全世界就都知道海牙是他的女儿 而不是叔叔在外面的私生里 依贤拉着女儿的手睡在一张床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看着眼前的女儿 她发誓一定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环境去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 然而到早上 果不其然醒来的海牙没有看到爸爸大哭起来 依贤只能再次哄骗海牙说爸爸出差了等过段时间才能回 随后依贤让闺蜜帮忙到门口把风等待警斗的到了 已经严阵以待的依贤却迟迟不见警斗的到来感到了疑惑 以为警斗可能是想通了 殊不知就在警斗快要到别墅门口的时候 一辆绿色小汽车停在了她的面前 接着下来几个镖形大汉 二话不说就把警斗给绑走了 妻子生下孩子当天就带着奶水抛弃了父女二人消失不见 父亲又当爹又当妈的辛辛苦苦把女儿抚养长大 怎料五年后还他妈终于是记起了曾经生过一个孩子的事情 于是见到女儿后母爱泛滥决定要将女儿抢过来自己抚养 认为自己有钱可以给女儿更好的生活环境 但却不想再与孩子他爸再去签约 男人当然不愿意 当年狠心抛弃他们父女 现在孩子是他生命中的全部又要把他抢走 男人说什么都不会把女儿交出去 除非把他也收了 于是女人就把孩子偷偷带回了家准备与男人展开一场争夺战 就在女人严阵以待的时候却发现本该来要孩子的男人竟然没有人 这让依贤开心地认为是警斗想通了放弃了抚养权 还贴心地向警斗发去了感谢信息表示以后想孩子就来看 殊不知现在的男人居然被一群黑衣人给绑了起来 这让警斗直接认为是依贤怕他带回孩子而使用的下三滥的手段 几天后突然出现的人却是让警斗真正地改变了坚持的想法 婶婶来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婶婶在背后私自安排的 与依贤拥有着同样天赋的天子 让本来不喜欢海牙的他决定弄回到家族之中进行培养 也不想因为海牙的事情与警斗发生争执而影响了家族名声 婶婶告诉警斗 这些天海牙过得很好 不仅在短时间内在外语学校学习后可以流利地用外语交流 而且家里的书 只要是他读过的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像这样的天才只要好好培养以后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婶婶丝毫不掩盖对海牙的贪念 但婶婶却懂得抓住一个做父亲为孩子着想的内心 很明白只要警斗真的爱海牙真是为他以后的人生着想 他相信警斗听了他刚刚的话一定会动摇内心的想法 最后婶婶态度温和地代替伊贤向警斗道歉 表示稍后就会把海牙安全地送到他的身边 不愧是在财阀家混迹多年老谋深算的老江湖 在离开时还给了警斗一个信封 里面不是什么亿万大钞 而是海牙最近生活和学习的照片 在这一刻警斗的内心是疼痛 他知道不管伊贤还是刚刚婶婶说的都是对的 他给不了海牙所需要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自己默默无闻贫穷了一辈子 不能再让孩子跟着自己过着贫穷的生活而浪费了那样的天赋 伊贤发现海牙被婶婶送走后很是气愤 婶婶让伊贤放一万的心 冲动地把海牙抢回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他向伊贤保证 只需要静等几天 警斗绝对会把海牙亲自送到你的身边 抱着海牙入睡的警斗却难以入睡 确实海牙再过几年就到了生理期的年龄阶段 怎么能和这些大老爷们住在一个房间 对海牙来说 现在确实最重要的是得到妈妈的照片 细想之后警斗发现了自己抚养女儿有太多太多的不足 自己甚至有时连饭都吃不起 还拿什么去给女儿幸福 如果再坚持把女儿留在身边 那不就等于是自己自私而害了女儿吗 就算有太多的无奈 就算是像万剑穿心一样的疼痛 警斗最后终于是妥协了 于是忍着心痛开始劝说海牙去与妈妈一起生活 告诉海牙 爸爸因为贫穷不能送你去上大学 如果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就会去偷东西为你赚取学费 那样爸爸就会被抓进监狱以后都见不到爸爸 这些年的感情让海牙说什么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爸爸 海牙的每一次哭声无不是狠狠刺痛着警斗的灵魂 就算再痛 为了女儿她必须要做出应有的牺牲 父女俩玩捉迷藏 女儿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躲在树后面的爸爸 然而在轮到小女孩的时候 爸爸却是满眼泪水依依不舍地向后面跑去了 小女孩却不知 爸爸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把她交给财阀妈妈 此时还沉浸在游戏中的海牙找遍了整个游乐场都没有发现爸爸的踪迹 而爸爸却是躲在远处的树林里看着女孩 拼命地压抑着情绪不敢发出声音 海牙一声声亲切地呼喊爸爸 警斗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来逃避心中不舍的痛苦 但眼里的泪水却是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这时海牙做出一个鬼脸好像发现了爸爸的身影 可等他跑过去看清是谁的时候微笑的脸上立马垮了下来 原来是抛弃爸爸的妈妈 拥有高智商的海牙这时终于明白了爸爸的意思 不等依贤开口安慰 海牙忍住眼中即将落下的泪水让妈妈现在把她带走 离开时海牙一步三回头多希望爸爸跑出来阻止她离开 可事与愿违 直到她坐上妈妈的豪车离去时都没能见到爸爸最后一面 爸爸却是躲在远处目送了女儿的离开 警斗再也支撑不住两腿一软直接就坐在了地上 他是一点都不想把自己辛苦抚养长大的女儿送给妻子 可自己又没有钱养活女儿更不要说去供女儿读书 为了女儿以后的人生 她只能忍下所有的痛苦把女儿交给财阀妻子抚养 不料这时已经离去的海牙竟然叫着爸爸朝她飞奔了过来 一会不见如隔三秋 那种难舍难分的情绪让父女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无视的海牙不想让爸爸伤心 告诉爸爸自己一定会在妈妈那里好好学习尽快毕业 那样就可以早一点回到爸爸的身边 晚上海牙思念着爸爸难以入睡 海牙不想让妈妈发现自己的情绪 撒谎要去卫生间 当海牙来到卫生间后再也无法控制对爸爸的思念 躬在地上喊着爸爸大哭了起 听见哭声的一贤来到卫生间看到了海牙这无比伤心的一幕 他心疼地把女儿抱回房间 告诉海牙如果想爸爸就跟妈妈说可以在妈妈面前哭出来 而海牙却是担心自己的哭泣会让妈妈也感到伤心 所以才会躲起来 一贤没有想到还是小小年纪的海牙这么的懂事 一贤告诉海牙自己不会伤心 想哭就哭出来了 一贤将海牙抱在怀里向他沉默 只要等他心里适应了和妈妈一起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会让他与爸爸的电话 甚至偶尔还可以去找爸爸玩耍 接着在依贤唱的事上只有妈妈好的朋友中 海牙渐渐沉睡了过去 隔天海牙依然无比地想爸爸 又小的他终于是问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法回答的问题 海牙想跟爸爸住 妈妈想跟海洋住 那么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不就行了吗 难道妈妈不喜欢爸爸吗 说着更是拿起一边的话策向其解释道 妈妈与爸爸相爱的话才能生出宝宝 那就说明妈妈是爱爸爸 既然相爱那现在为什么就不能住在一起呢 不住一起说明你们没相爱 既然没相爱那么我又是怎么被生出来的呢 一连串的追问让依贤直接无言以对 只能命令海牙赶紧睡觉 说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 警斗何尝不是日夜思念着女儿 自责不能给女儿带来幸福的他与老丈人道别后 延夜带着行李南下进场打螺丝赚钱去 怎料刚进场没几天 老丈人就火急火燎地打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帮助自己 于是便带着行李又回到了老丈人的面前 原来老丈人同样决定 不仅要去守护自己的外孙女 更加要守护自己的女儿 这次让警斗回来就是让他去以海牙为条件 向依贤索要公司股份 这卖女儿的事 警斗当即就不愿意答应 无奈老丈人只能细心地向他解释 索要的股份并不是让你去卖了赚钱 而是将那些股份留在手中 用作守护依贤和海牙的筹码 也可以使依贤被财阀家利用完以后 不被抛弃的力量 只有慢慢积攒力量 到时候才有资本去守护你索要守护的家人 警斗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依贤那失去十年的记忆终于在堂哥这里找到了一些线索 堂哥把一封依贤罢的公证资料拿给了他看 资料上公证的是依贤罢与依贤断绝妇女关系的沉默 堂哥告诉依贤 当年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受不了打击才离家出走 可这并不能让依贤记起所有的记忆法更加的迷惑 警斗按照老丈人的吩咐以海牙为代价向依贤索要补分 依贤觉得这样更好可以让他心安理得抚养海牙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为了能够守护所爱之人 警斗决定在大的委屈也要全部咽尽肚子 小女孩看着被自己烤糊的两块面包 心里想着爸爸等会吃了一定会很高兴 多日不见爸爸的他从家里偷跑了出来乘车去见朝思暮想的爸爸 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爸爸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 可来到地方后爸爸并不在家 于是守着面包一直等待着爸爸的归来 没过多久先回来的是爸爸一同居住的好友 由于海牙不能违背妈妈不准与爸爸打电话的沉默 于是海牙灵机一动请求叔叔打一个电话通知给爸爸 这样海牙认为自己就不算违背了承诺 聪明的孩子想法果然不赢 海牙高兴地与几位叔叔在相谈圣欢中等待着爸爸的归来 胡料得知消息的伊贤却是黑着一张脸先来到了这里 破灭了海牙的期待 对于海牙偷跑来见爸爸他很是生气 二话不说暴起海牙强行带走 警斗的好友也急忙跟了出来劝说既然来了就让孩子见见爸爸 警斗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伊贤根本不听他人的劝说也不顾此时痛哭的海牙 他不想见到警斗更不想让海牙见到爸爸 开着车就扬长而去 开车赶回来的警斗看见了离去的伊贤 急忙把车停了下来 撒开腿就朝着伊贤的车辆追了上去 可两条腿怎么跑得过四个轮子的汽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那泪流满面的模样消失在视野之中 返回家中的警斗吃着女儿烤糊的面包 好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一点一点全部吃了下去 泪水也随之控制不住哗啦啦流了出来 伊贤对海牙偷跑出去的行为进行了责罚说他不遵守承默 可海牙实在太想爸爸了 向妈妈抱怨道 等待见面的时间实在太长 感觉每天的时间比乌龟爬得还慢 你让我什么时候才能见爸爸一面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海牙现在的情绪让伊贤很懊恼 感觉这些天对海牙的改变全部白费 当即把所有的怨气全部撒在了警斗身上 好不容易让海牙适应了跟妈妈一起生活的习惯 你却又把海牙接过去让他再次对你产生了巨大的依恋 你让我还怎么抓住海牙的信 此时的警斗同样也是一肚子的福 第一海牙并不是他接过来的而是他自己跑来的 第二海牙那么想爸爸既然已经跑过来快见到爸了 为什么不顾及他幼小的心灵就不能让他见一面再把他带走了 听到警斗关心海牙的话让伊贤对他感到嗤之以鼻 既然已经把女儿卖了就不要假惺惺的再去关心他 警斗警斗以后不允许出现在海牙的面前 不然会杀了他 听到卖女儿的话也让警斗的情绪瞬间激动了起来 感觉要疯了一样 要不是答应老丈人不能把命令说出来 他真想告诉伊贤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他们母女 看着伊贤那痛哭无助的模样更加地让警斗心疼 警斗想法很简单 只要伊贤放下心中所追求的执念回到他身边 那么他们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累 可像伊贤这样的超级天才怎么可能甘愿放弃荒废人生 他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如果哪怕警斗长得帅一点也许伊贤有可能考虑一下 然而世界就是这么奇怪 我爱的人他不爱我 而爱我的人我却连看野的心情都没有 此时的廉政真的是与警斗同事天涯沦落人吗 可天伊贤向海牙道歉昨天做的可能有点过分了 说妈妈为了让你快速适应现在的生活也是没有办法 可海牙并不买账 想要得到原谅很简单 就是让自己与爸爸见一面 二人的关系也就这样陷入到了将军 这时初恋小帅实在忍不住终于告诉了一个伊贤痛彻心扉的真相 原来当年伊贤的闺蜜也就是现在的大嫂善英 一直都很嫉妒伊贤的天赋 那时的善英很有潜于是用金钱诱惑了正在与伊贤恋爱的小帅 小帅为了自己的家人只好选择吃软饭抛弃了贫穷的伊贤 那时的伊贤还在读书并没有钱 可怎料善英转眼就把小帅给抛弃了 这让伊贤感到了崩溃 终于明白闺蜜为什么每次看见自己都会那么的害怕 原来是做了一件那样无耻的事情 而这时的婶婶终于知道了伊贤爸还活着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伊贤知道当年他们家对伊贤爸做的恐怖事情来报仇 决定要利用海牙来牵制住伊贤 婶婶知道伊贤是一个有着强大野心的女 于是提出让善英来领养海牙 美约齐明说这样紧斗就不能再靠近海牙 又可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实现野心 其实就是在想办法把海牙弄成以后牵制伊贤和他爸的筹码 不知婶婶阴谋的伊贤陷入到了沉思 他很疑惑当年为什么会爱上紧斗那种男人还为其生下孩子 为什么最后又会选择抛弃那么淳朴的男人 闺蜜的意思不就是代表着亲密无间愿意为彼此两肋插刀的好姐妹吗 为什么人人都在喊着防火防盗防闺蜜这样的顺口溜 然而这两个闺蜜之间的故事就很好诠释了这个意思 伊贤曾经是整个学校的学霸 同时不仅被国内几个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学录取 更是连国外著名的哈佛大学都抛来了橄榄枝 他却是在那里哀嚎连天 哈佛、达特茅斯、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大学他都合格 抱怨着为什么自己想去的布朗大学却给落榜了 本来还想安慰伊贤的同学一听顿是觉得被打脸了扭头力 伊贤不仅学习好还有一个帅气的男友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贫穷 然而身为伊贤的好闺蜜拥有家财忘惯的善音不管再怎么努力 不管是学习还是感情上都对伊贤忘成墨迹 伊贤长得又不好看又没钱 凭什么自己喜欢的男神天天爱上了他 于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让善音开始对伊贤有爱生恨甚至感到恶气 最后凭借着他优越的家庭背景 不仅把伊贤的男友抢了过来甚至连毕业论文都抢了过来 时至今日伊贤终于从善音的口中得知了这一部分最痛心的回忆 就因为这件事善音一直感到愧疚甚至想到了死亡 而伊贤也正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最终才导致五年前选择走到悬崖结束生命 正在两闺蜜化解这段不康回首矛盾的时候 小帅也是满心委屈跑出来向他们诉苦 担心他们掐架的小帅算是白担心了 看到他们拥抱的画面让小帅感到很是欣慰 随后化解了恩怨的两闺蜜决定联手干一件大事 婶婶一直想把海牙让儿媳善音领养好以后牵制伊贤 于是便故意让海牙与妈妈分开睡觉 更是直接告诉海牙以后不准与妈妈睡觉要去跟舅妈睡 现在海牙就是伊贤精神支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正准备找婶婶打消那个想法的时候 不料走到门外让她无意间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 原来叔叔一直担心身为正统血脉的长子伊贤爸回来抢夺家业 曾经下令让人杀了伊贤爸 然而让他们恐惧的是伊贤爸竟然没有死 现在儿子姬太为防止伊贤爸回来报仇抢夺整个家业 竟然间接性害死了对伊贤爸忠心耿耿的郑社长 伊贤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震惊之急 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曾经差点就被叔叔一家给杀害了 这让他现在也终于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幸好善英并没有想去领养海牙的想法 善英与丈夫这些年并没有什么感情已经决定准备离婚 于是出于信任伊贤把知道的所有事情告诉了善英 善英提醒伊贤不要相信那封妇女断绝关系的证明 因为你们妇女合伙的力量很惊人 所以那很有可能是伪造来理解你们妇女之间的关系 更是希望伊贤赶快记起所有的记忆 接下来可能有一场关乎生死的大战 这是好闺蜜的她决定为弥补曾经的过错与伊贤一起大干一场 怎料就在这个时候伊贤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一个没有任何优点长得幼丑的男人 被这样的一个贤惠持家的女人穷追不舍 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怎料男人的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那高高在上根本不想理她的富婆 而这个贤惠的女人同样被一个男人穷追不舍却也不想理她 这就是所谓的我爱的人不爱我 爱我的人哪怕与她多待一秒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廉正终于鼓起勇气向警斗表白 替警斗感到不值 伊贤跑了不说现在连孩子都带走了 更是还要在这里心甘情愿地照顾着伊贤的爸爸 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感觉是最好的 廉正绝不会放弃对警斗的感情 于是为了得到警斗 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应该要从伊贤那里下手 可廉正根本没有伊贤的联系方式 只好请求警斗的几个朋友帮忙从警斗那里把伊贤的号码扣过来 并直接表示自己早就深深爱上了警斗 此时的太寿何尝不适与警斗时一样悲痛的心情 不管你爱不爱我 我依然对你爱如潮水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舔狗吧 太寿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可是很有潜力的爆发 而且长得又不比警斗愁 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楚男 凭什么廉正就偏偏喜欢那已经有了孩子的警斗 一边的好友叮嘱太寿千万不要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去偷号码 让那两个女人见面不怕什么 要是让伊贤知道他爸爸在这里那就出大事 可舔狗的世界只有爱情哪怕是上刀山下佛海在所不辞 趁警斗洗澡的空隙记下了伊贤的电话号码 接着向献宝寺的双手递给了廉正 廉正只是表示了感谢 太寿喜不自禁 趁这个机会表示自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何况是一个号码 可等他说完才发现廉正一句话都没说早已经离开了 此时他只能安慰自己 廉正的背影实在太美了 来掩盖心中的失落感 隔天与叔叔在一起的伊贤很意外竟然接到了廉正约见的电话 很快二人就坐在了一起 廉正开门见山觉得自己会成为海牙的好妈妈 认为就是伊贤总是给了警斗希望他才那么执着地不愿放弃 在廉正眼里伊贤是表面拒绝警斗却暗地里不放手的 希望伊贤如果真的想放下警斗 那就狠心一点绝情一点彻底地将他抛弃 廉正说了很多 可在伊贤听来全部都是一些废话 他对警斗存着怎么样的心思那是自己的自由 警斗是个什么想法他让廉正去找当事人去解决 不想再继续这样不愉快的话题伊贤直接就离开了 可廉正依然不放弃追了上岸 也许是替现在警斗默默地付出感到不值 竟然直接把警斗现在在照顾他父亲的真相给说了出来 真是越急越添乱 说出口后的廉正这才知道闯了祸 在家里的伊贤把西装革履准备出门的时候 正要开门 门却从外面直接被人打开 来人正是满眼镜湿的伊贤 见过这么独特的亲子鉴定的方法了 父亲第一次见到已经17岁的女儿 只需要让女儿把大拇指伸出来做出与他一样的动作 就可以百分百确定眼前就是自己的亲生女 可身为迁意的财阀父亲 竟然没有钱为考上哈佛的女儿交学费 最后为了女儿的学费 背着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痛彻心扉的决定 那个决定生效让女儿成功流血 时至今日在与女儿见面已经过去了15年 可再次见面的父女二人没有欢声雀跃拥抱的场面 却是女儿对父亲充满了憎恨和疑惑 而父亲却是满心对女儿的愧疚 伊贤虽然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尽多的时间多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从始至终都很爱这个父亲 此时的伊贤只有1997年之前的记忆 他现在急切地想要知道叔叔曾经是否真的要杀罢了 才导致如今身体上留下了后遗症走路颤颤巍巍的 当年是否把自己卖给了叔叔赚钱写下保证与自己断绝关系 伊贤多么希望那份保证书是假的 不要让自己对父亲的爱尔崩溃 心被狠狠刺痛伊贤来不及听父亲的解释 就绝望地跑了出去 伊贤爸心里何尝不是犹如万剑穿心一样的坑统 原来在15年前得知伊贤妈去世 乌苦伶仃的女儿跑来与她相认 并请求她帮助自己留学的费语 可虽然她是财阀家的长子作用上千亿资产 但却被同父异母心狠手辣的弟弟给全部抢走了 所以没办法的伊贤爸为了学费只好把天才女儿交到弟弟手中抚养 弟弟也看中了伊贤的才华 想让其成为自己以后赚钱的工具 答应了伊贤爸的请求资助伊贤所有的开支 但必须让伊贤爸签下一份与伊贤断绝关系的协议才行 可那份协议只是不想打扰伊贤在弟弟家享受的权利 并没有放弃做父亲的权利 等伊贤学业归来的时候 伊贤爸就想立马从弟弟的手中将女儿解救出来 说自己研究的实验马上就会取得成功会把伊贤所用的学费还给他 可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赚钱工具弟弟怎么可能放手 隔天伊贤爸研究的样本就被人破坏得一干二净 无奈之下他只好使用终极杀招 让郑社长去把父亲真正的遗书从国外赶紧打回来 决定争夺家族会长的位置拯救伊贤 可刚回国的伊贤得知那份断绝关系的保证书后就对父亲没有了感觉 并不承认眼前这个亲生父亲 弟弟很是得意离间他们父女的关系 那么为了拯救女儿伊贤爸只能拿出父亲的遗嘱来进行反击 弟弟得知这个消息很是惊恐 因为当年他是拿着假遗嘱才获得了现在会长的位置 就这样弟弟为了保住现在得来的遗弃 直接让人对返回的伊贤爸痛下杀手 这些背后的真相伊贤并不知道 而伊贤爸为了让警斗帮自己去守护伊贤便全部告诉了 他没想到伊贤的人生竟然是这样的杯子 隔天硬是拉着伊贤来到一家高级牛扒餐厅吃饭 因为当年警斗答应过伊贤只要有钱了一定带他来这里好好吃一顿 虽然实现了当年的沉默 但并没有当年的那份喜悦 可是还是让伊贤记起了曾经在最低落实与警斗在一起开心的画面 是警斗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坚强地活了下去 更是记起他曾经不会让警斗受伤害的沉默 伊贤并没有把那样的情绪表现在脸上依然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快速结束了用餐便急忙地离开了 可他却不知他的心理已经开始又在慢慢地依赖警斗了 就在回去的路上伊贤突然回忆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终于知道了2006年为什么离家出走 原来他掌握了叔叔的秘密账本这个弱点 叔叔2006年就从公司转移了底的上国家一年的预算 也正是这个弱点在伊贤失忆的时候叔叔还愿意收留的 叔叔这时也没有再隐瞒直接承认 那些钱都是从伊贤负责的项目中转移的 如果出了问题他也逃不了干系 更是把伊贤比作一条连狗都不如的赚钱工具 伊贤心如刀脚 真相慢慢地浮出水面又让他进入到了当年想要自杀的心情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警斗的屋下 突然发现自己现在是多么地需要警斗在身边 就在这时警斗从屋里出来 可正要呼喊的伊贤却把声音又咽了回去急忙转过身去 因为此时的警斗竟然与连正在一起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伊贤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失落之急 女儿想从前夫这里接走爸爸 可爸爸就是认定了这个女婿说什么都不愿意离 伊贤大声地告诉爸爸 自己根本不喜欢警斗 你住在他这里让自己清理何堪 使得伊贤今天这么大的脾气 还要不与昨天看见警斗与连正在一起的音 已经恢复与警斗曾经在一起过往的记忆 心里也再次开始对他恢复了很多依赖 昨晚的一幕让他吃醋 所以不想因为爸爸的原因经常与警斗再见面 伊贤对老张人的态度让警斗很是不满 他是知道老张人的心里有多么的痛苦 有多么疼爱你 警斗告诉他 这些年你总认为爸爸将你抛弃了 可爸爸却一直在远处默默地守护你关注着你 就像我对待海牙的感情那种疼爱的心情一模一样 怕伤害你所以一直不敢向你走近 让伊贤用他那聪明的大脑想一想 一个那么想见疼爱女儿的爸爸 为什么会写下断绝关系的协议 虽然伊贤的心里有所动容 但爸爸将他送进那地狱一样的家里 连狗都不如地生活 让他实在不了解也不能饶恕 而这个人的出现 让伊贤真正了解到了父亲 现在身处多大的危险之中 从铁哥的口中伊贤不仅得知了 郑社长的死就是叔叔的儿子姬太所问 更是知道他父亲曾经差点死 就是他叔叔防止他父亲 争夺家业制造的车夫 现在姬太要接替会长的位置 已经在想方设法地寻找 他的父亲再次将其杀掉 最后铁哥叮嘱伊贤 千万不要让他的父亲 拿着真正的遗书到公司驳位 因为那样根本行不通 弄不过他叔叔一家 最后可能会直接被再次杀害 铁哥喝醉晕倒在地 伊贤叫来警斗 让他帮忙将其送回去 怎料遇见刺杀 幸好警斗及时发现 替铁哥挡下了致命一刀 好在警斗并无大碍 做完手术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 可这让伊贤彻底慌了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 铁哥被刺是姬太派人所为 伊贤很后悔当年 就不应该与父亲相认 让他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为了保护爸爸 伊贤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站在叔叔的一边 与父亲断绝关系 像狗一样的听话 父亲极力地阻止 伊贤心意已决表示 只要等自己恢复所有的记忆 就可以结束一切 铁哥的行刺失败 让姬太怒不可乐 让手下尽快去找到伊贤爸 想办法解决掉以防不可 不料这些话 被单英全部听在了耳朵里 他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竟然是这么可怕 和没有底线的人 转移公司资金杀害郑社长 还要去杀害伊贤爸 单英实在不能 与这样的人渣多待一天 回家收拾行李决定立刻离婚 婆婆出面阻止 警告善英只要赶离婚 就会让她的娘家立马破产 怎料善英也不是吃素的 破产就破产 因为她的手里 可是掌握了公共几个资金账户 所以就算破产 也能使娘家人封一足十 接着提着行李 大摇大摆地离开 善英的离开 让伊贤很担心 孤军奋战使得难上加难 可善英表示 就算自己离开了那个家 但是依然会一直在她的身边工作 陪着她做完剩下的事 这才是真正好闺蜜 应有的气魄 今天是一场基态主持 很重要的公司股东选举大会 此时的伊贤心事重重 然而就在这世 警斗却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让伊贤突然好像找到了 主心骨感动不容易 离大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 警斗却急着把伊贤带走 原来海牙长时间 没有见到爸爸在学校得了忧郁症 趁这个机会 警斗故意带着伊贤与女儿 在外面好好的玩了前 此时的伊贤完全忘记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开心故意 等她记起会议的时候 从善英那里得知会议 因为有警斗的插足 让姬泰的如意算盘失败 原来警斗不想让伊贤 在会议上做出违背意愿的决定 靠着从伊贤手中得到的股份 委托好友推翻了姬泰的算计 伊贤这才知道 警斗在背后为她的付出 在会议大厅的姬泰怒不可乐 认为这是伊贤与警斗 事先联手策划好的阴谋 更是认为他们一家人 想开始霸占整个公司 命令秘书把警斗抓起来 然而就在秘书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姬泰朝思暮想的人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这里 女人万万没有想到 当她恢复记忆的那一刻 她才是那个出谋划策 主导一切的真凶 也终于知道了15年前 选择跳崖自杀真正的原因 原来伊贤罢为了拯救女儿 不顾自身的安危主动现身 将父亲让她继承公司会长职位的 真正遗书拿到了侄子姬泰面前 要把错误了几十年的事情纠正过来 眼看就要取得公司大权的姬泰怒不可遏感到崩溃 姬泰直接威胁伊贤 如果他的爸爸敢把真正的遗书向外攻堵 那么他也同样不会平安无事 伊贤毫不畏惧反过来警告姬泰 要是感动自己的家人 那么会拉着他整个家族一起死去 然而姬泰却有恃无恐 正是姬泰刚刚话中透露出来的消息 让伊贤突然记起了那一直记不起来最重要的记忆 原来当年伊贤学成规来 靠着自己超强计算的大脑 主动为叔叔设计出了 转移秘密资金完美的办法 而且作为报酬 叔叔必须每年都要向他自己的账户定期支付一笔钱 伊贤觉得 做出这个违背意愿的事情 所要的报酬多一点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伊贤失去记忆后 发现自己的账户那30个亿就是这样来的 而叔叔为了伊贤永远像狗一样的在身边听话办事 更是避免伊贤爸回来抢夺公司 才无情地下令让人杀害伊贤爸 因为伊贤爸被害的事 郑社长与叔叔发生了争执 被那时的伊贤全部听在了耳朵里面 叔叔违背承诺去伤害自己的爸爸 让伊贤彻底感到绝望 大喊着要与他们同归于尽 机态上来就给了伊贤一个耳光 根本不在乎伊贤的威胁 就这样帮助叔叔做了那么多坏事 最后还是害死了自己的爸爸 再加上闺蜜的背叛 终于让伊贤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了绝望压得喘不过气 他很想念妈妈 最终才到妈妈埋葬的地方准备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后就在那里遇见了同样想要轻生的锦豆 终于记起一切记忆的伊贤难以置信 曾经的他为叔叔做过那样的坏事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此时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 在做大事之前伊贤把锦豆约了出来 弥补了当年因为没有约会就结婚生子的遗憾 抛弃所有的烦恼 二人又回到了当年那种相爱的时刻 最后伊贤也向锦豆对当年抛弃他们父女俩道歉 解释因为自己当年做了一件很无比丢人的事情 本想忘记一切与他好好生活 可生下海牙后那种不安的情绪 却越发地严重担心海牙会被诅咒 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成为海牙的母亲 最后才留下一封决别心离家出走了 可当离开不久发现自己胀奶了 心里开始后悔准备回去的时候 却突然晕倒了 就这样再次醒来的时候 失去了1997年到2007年十年的记忆 所以与锦豆2006年所发生的一切 同样忘记得一干二净 伊贤告诉锦豆自己将要做一件大事 问他愿意再次等自己回来吗 锦豆一把抓住伊贤的手很害怕再次失去他 他不知道伊贤要去干什么 但锦豆不愿意让伊贤再次从自己的世界里消失 伊贤只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 这一天他哪都没有去 而是陪在所爱之人的身边 享受这份得来不易的天文之乐 该来的还是来了 伊贤忍住心痛告诉海牙 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 一定要在家里听爷爷和爸爸的话 害怕面对这个分离的伊贤爸和锦豆 躲在房间里面不愿面对 在海牙不舍的哭声中 伊贤没有在留恋转身离去 他知道想要保护家人自己必须要踏出这一步 原来伊贤决定拿着自己为叔叔一家秘密转移资金的证据 来到检察院与他们同归于尽 可仅凭伊贤一己之力 真能撼动根深故地的财阀家族吗 背后的婶婶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女人凭一己之力来到检察院 想要搞垮叔叔的财阀家族 检察官顾忌财阀的势力不愿接受女人的自首 伊贤便威胁检察官那就把所有的证据交给媒体曝光出去 而伊贤每一个决定被此时老谋深算的婶婶全部猜中 由于会长突然得了老年痴呆症智商回到了两岁孩子的程度 现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有婶婶说的算 为了化解这场对家族毁灭性的危机 婶婶第一步让检察官接受伊贤的自首进行象征性的调查 第二步就是让蒲部长这个被家族圈养的核心人物去顶罪 可这个时候蒲部长正准备为自己的儿子举办婚礼 不想在婚礼之前出现这样不好的事情 可婶婶才不管她的死活 想要让她儿子顺利完成婚礼唯一的办法就是堵住伊贤的嘴 婶婶为了彻底牵制住伊贤还决定直击她的弱点 那就是去绑架她的女儿海牙 姬太得知这个消息很是愤怒妈妈竟然做出那样无耻的事情 她真的希望妈妈能够清醒 而崔夫人希望所有坏事都由自己去完成来拯救这个家 姬太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警斗的家中防止妈妈前来绑架海牙 在这里姬太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亲情 大伯并没有排斥姬太 而是一如既往地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为她做饭吃 这让姬太很是内疚跑了出来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他知道自己脆弱的眼泪不该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 检察官得到命令后开始对伊贤进行审查 在审查中伊贤告诉检察官 自己曾是因为贫穷想要过上优越的生活采取了贪念 设计了转移秘密资金那个完美的计划 可当自己成为母亲的那一刻 自己可以忍受自己的可耻行为 但在面对女儿的时候 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令人羞耻的妈妈 必须要让女儿知道 自己是一个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责和知错就改那样的妈妈 听后的检察官当即沉默不语 而另一边为了堵住伊贤的嘴的蒲部长 为了儿子的婚姻只能极其无奈地用生命来威胁伊贤 幸好被及时赶到了警斗给救了下来 伊贤也没有想到自己现在的行为 直接让蒲部长陷入到了痛苦之中 表示自己的决定会关系到他的生死问题 自己一定会放弃现在的行为 可伊贤还是希望蒲部长能好好想一想与他一起作战 如果这样放任叔叔一家不管 那么到最后受伤的可能依然是我们 而且还会比现在更惨 经过一夜的思考 朴部长不负众望终于想通了 与伊贤一同来到了检察院自首 说出崔家秘密贪污的事实 很快电视上就播报了伊贤携带账本自首的真相 舆论之中却是在骂伊贤 说他拿了高额的报酬 最后却反过来背叛了公司 这让警斗心里很是不爽 还好伊贤得到了不拘留的起诉 从警局中放了出来 就在一大堆记者蜂拥而至要进行采访 让伊贤手足无措的时候 警斗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再次出现拯救了伊贤 直接不顾及世俗的眼光 承认了自己就是伊贤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爸爸 让记者有什么问题来问他 伊贤看向远处的警斗很是欣慰 这就是自己的男人 经过这件事之后 伊贤与父亲的感情也更加的深厚 第一次紧紧的抱在一起 婶婶经不住打击 最后同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一时住行都必须要人伺候着 而崔石却是被带到了伊贤爸的身边 在崔石的眼里 伊贤爸就是曾经小时候呵护自己的哥哥 两岁智商的崔石成天围着哥哥一起玩耍 看着这样的场景 终于是让伊贤的心全部放了下来 这就是一家人应有的氛围 最后伊贤爸凭借着真正的遗书成为了公司的会长 但是却是把经营权交到了商业天才女儿伊贤的手中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是让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大的赢家应该算是警斗这个穷屌丝了 自杀时遇见一个美丽动人的富婆 不仅嫁给了他还为其生下一个遗传了母亲高智商的女儿 现在更是直接成为了万人敬仰的财法 虽然中间有点曲折 但是最后警斗却是爱情财富双丰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